我不允許我的店做出這麼難吃的豬飯 呵呵呵呵呵 真蠻喔 我發現你有會狡辯 狡辯? 好了好了 捐 現在安安出去 覺得起來很了不起 沒有了不起阿 所以你為什麼要強調 不是我是不是有說 然後 你講的 然後 然後炒 你到底吃個飯 來 豬飯就 非常好吃 那個就是那個所說聽的豬飯 這是我女兒 超可愛 好可愛 我就你做 這樣就是 不要 我不允許我的店做出這麼難吃的豬飯 呵呵呵呵 我真的覺得那個豬飯 我跟你講阿 你會批評是正常的 因為 你沒有做過餐 我們每個人都想要做得很好 對 但是這個很好呢 是 包牌就是你對我們豬飯 好 我們都願意去接受 好 我們都願意去接受 好 我發現你有會狡辯 狡辯 你光 原材料給那七十塊 家務主要賺一根幾八 你自己想一想 如果你站在家務主的位置 他怎麼賺錢 你賣一百二十 應該 我們試的關係 沒關係 小孩子 聽不懂 他終究是感受到人的溫暖 對不對 人的溫暖 在你們世界有溫暖這件事情嗎 當然有阿 很溫暖你跟他走 你怎麼在台灣任何地址 我一直有在捐錢阿 捐錢 我操 所以要比捐多少的問題嗎 不是阿 捐錢 好了好了 捐 先帶暗暗出去 捐錢很了不起 沒有了不起阿 我感覺阿 所以你為什麼要強調這些東西阿 這件很重要嗎 不重要阿 是你在強調 沒有 是你在講 我不在這個對話當中 好 你看我會放阿 反正都有錄影 我們在朝下比賽的 可是阿比這個 是老實 那好慘 不是 我是不是有說拿錯 然後 你講的不一份 錯人 我都在台灣也是幾年阿 付到這個 對台灣的店家 你有過這麼高的心態 我們吃飯 這就是你的風格 這就是你的風格啊 我了解啊 有大片喔 這個好像是極上洞 680 620 先從 這個蝦子開始 蝦子還行 但是我以為的有一點沙 以我想像中的 要好吃很多 都吃到目前為止沒什麼行為 這種丼飯最講究 就是這個醋飯 醋飯就 非常難吃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那種粒粒分明的醋飯 就是完全 吃飯已經黏在一起了 太濕了 醋的味道也不夠 微微的多加了 大概 一點水的那種飯 就會浮在一起 但是又不至於是那種 像西飯一樣 吃到現在 我們先不討論這個價錢 來這裡 就是不要連動飯 可能湯是不可以的 茶碗蒸可能也是ok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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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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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 這邊 好 沒事 不好意思喔 都怎麼對 就是 沒有 chip 鍊 大安区层庭外爆发火爆冲突引来关注 因为他们都是网红 超哥突然抓狂 气得先动手袭击直播主Toys 从原型到搭到餐厅内 周边有人吓得尖叫 还有人怒吼不要录影 但当下原先Toys遭就正在直播 过程全同步播出 被不少网友揭露 辖区警方获报干道场 只见Toys相当虚弱憔悴 坐在地上衣服还被扯掉 他在里面开直播 然后可能讲得不好听 然后被打得很凶 里面坐的时候气氛就不对了 两人昔日恩怨不断 这次就在超哥投资的日式餐厅外 超哥徒手袭击Toys 超哥也自己录下一段音档 讲出动手原因 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子 还不到恶意批评的话 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恶意批评 Toys这样的评论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是为了挑剔而挑剔 但他讲话的每一字每一句 其实都非常的尖锐 批评到人家体无完肤 那你都语带挑衅 又勤募打猴 你觉得我家的东西不好吃 你不要来拍就好了嘛 我也以礼相待了 也不让你买单了 就出去 门口还要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警方指出Toys头部受伤 对超哥提告伤害罪 超哥被依准线嫌犯 逮捕送办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刚刚你看到两人爆发了肢体冲突 其实两人之前就已经有恩怨了 因为之前他们曾经因为 这个超派鸡牌之间引发了争议 不过本来大家都以为和解的 现在再度爆发口角 甚至还变成了社会案件 目前超哥还在这个派出所 最新消息马上请赵裕杰带我掌握 超哥这起案件要从昨天晚上一场直播来说起 当时是网红Toyce Lee 他开着直播到一个全台号称 他最有钱的YouTuber超哥的餐厅来用餐 那当下呢 Toyce Lee他是在直播说 中了中说了 这醋饭好像不太好吃 甚至说还要批评说其他的菜色也都不太优质 那当然Toyce Lee他说的这些话呢 都直接被直播出去了 这惹得餐厅的经营者超哥非常不满 所以呢当下他们双方是到餐厅外的时候 一样在讨论说餐厅用餐的状况 没想到超哥他先是动手出拳 不打Toyce 那Toyce他当下呢 是说他感受到非常多人在打他 那经过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呢 其实Toyce他旁边有为了八男一女 那其中呢除了超哥他有动手之外 还有超哥的另外一个朋友 又出脚来打Toyce 所以Toyce他现在的伤势呢 他的头部有十几公分的缝针的伤口 那甚至他的胸部背部等等呢 都有一些伤势 所以目前的最新进度是Toyce说 他要委任律师提告超哥 包含四条罪 什么罪呢 伤害罪 杀人未遂 还有恐吓违反组织条例等等的 这四大罪 就是要控超哥来控告他说 哎怎么我去你餐厅直播 你怎么就动手打我了呢 那其实针对刚刚这件事情啊 超哥他昨天晚上呢 一整晚都在警局睡觉 都在警局没有回家睡觉 他当下呢 从这个刚刚八眼半被送到分局的时候呢 是问他说 他身为一个YouTuber 竟然在直播中动手打人 有没有要对社会大众道歉 有没有要对Toyce道歉 不过超哥他全程都是不发一语的 那么目前Toyce他已经出院了 他会不会他今天有最新的司法动作来提告呢 后续将持续为您掌握 嗯这个东西狗不吃 你妹妹要吃 我们掌声欢迎神秘嘉宾 超派鸡排 超哥 哇 哇 耶嘿 所以想要先打个预防针 就是我其实今天早上 11点半就到这里了 所以我可能等下冷场什么的 就不是我的问题 可能是贺龙的问题好不好 哈哈哈哈 不会不会 你再绝对不会冷场 我们等下一干就说 超派 哈哈哈哈哈哈 讲真的 我跟你讲 就是我本人 就是贺龙这个 自然人 是是是 我是你的大粉丝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说我们喜剧演员超呛 我们每次惹怒的人马上道歉 但你不会马上道歉耶 哈哈哈哈 你很有gods耶 你是我的英雄 就是要酝酿一下 不然那个道歉没什么诚意 马上就来 对哦 我摆平就是来开玩笑的 但是我拖一下 嗯好像想道歉哦 好像又不想道歉哦 这种感觉 那个味道要出来 OK 因为今天你大假光临啊 我送你个礼物 我想了很久 因为你感觉你什么都不缺 会来爬最近的新闻 我缺钱 缺钱 没有你更缺感谢壮 啊 这个很有用嘛 感谢Cos 谢谢 想说你之后应该还用得到吧 应该是用得到 那如果我是什么走钟长 这个缓刑我扳给你了 想说 你喜欢吃炸的 我带了一些超派鸡排来 所以你现在是要来实验一下 这个东西狗吃不吃是吗 我没有最新的鸡娃娃在旁边 我来我来我来 应该很久没吃了吧 是有一段时间 毕竟是狗嘛对不对 我先问你这个出油正常吗 嗯这个东西狗不吃 你妹妹要吃 是可以的啊 人吃啦好 人吃狗不吃而已 请帮我把赫隆的项圈拿进来 谢谢 我觉得是太干啦 就是要配一些喝的 我只买到这种 呃 廉价饮料 你就将就点喝 经济实惠 便宜又大碗 CP值啦划算 划算划算 这个狗会喝吗 哦这个狗很喜欢 所以你在吃超派的鸡排之前 你对超哥是完全没感觉 是没什么感觉 应该说 他塑造出来的人生就非常有钱嘛 唯一的感觉是哦好有钱哦 那其他没有特别的感觉 那吃完之后你对他感觉怎么样 应该大家都知道了现在 我这样问好了 钟培生 馆长 超哥 这三位 喜欢的牌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